今天在妹妹直播间看了主播了 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在说 其实我都没去看 今天在这里小林在直播我也没事 就去看了一下 实话吧 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 但是 越看心里面越不是滋味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出这种感觉 很多朋友们说行来你不管管你妹妹吗 你们说我怎么管 真的 我只能跟我老爸打电话吧 问问他吧 反正我心里 心里话是挺难受的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讲 只有问你跟我老爸打个电话 跟他说一下 真的说难经历就成了全网的笑 把声音开到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观众们 见个飞食谈 见个观众 谢谢 谢谢 见个飞食谈 谢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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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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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嘛 他看他人气好的 你咯 人气好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管一下老二 真的现在你是不是成为全王的效果 我怎么去管他呢 你是我怎么去管他 你是他老人了 你怎么管他 哎呦 那你 真的我都看了他气得很远呀 来 你觉得呢 一天再来 实际上 我那天我就打了我电话跟他讲的 他怎么还是样 他要你等他样 我那里面就打了我转接了 那我去看了 这个强调啥子样子 老伯爷你看嘛 哎呦 你看了是气人啊 哎呀 是你去找找死了 快点很长过来过海了 你看嘛 你要不明天你过去嘛 你过去跟他们骂了一会儿 你说一下嘛 他们只要不得 你们要拍视频好好拍视频 要不你有直播好好卖货 也可以 天天在这聊天聊啥子 都吃过了吧 吃饭吧 明天才吃中午饭了 我觉得明天你过去一趟 我大天我都打了电话给他 对对对 我打电话 前天晚上 我前天晚上 我昨天吃了 前天晚上他一直在高尔场来了 他来了呢 他在高尔场来了呢 我 我不晓得他们 晚上他在高尔场 我都是碰到他在吃烧 他在韩国进去吃烧 吃烧的瓶酒 我觉得你过去 刘强妈哪里在屋里 有刘强 跟他们说一下 这个要不就这儿把你张正经一点 拍点视频 正经一点 带点货就能赚钱 没得必要天天在这直播 那么只瞎了 我直播生气 我卖货生气少一点都可以好不 我们正经一点 这看着真理 太不像话了 你跟他讲 那晚上我就讲了 讲了 我开等会打过一次 那天晚上吃钱 晚上吃饭 我在街上碰到 他们在街上吃饭 在喝酒 我碰到 我 我 当然 外人我也不好提那个事情 别个哪个不怪 圆明妹妹妹要怪 那是英女娃子要怪 必须怪 必须要怪 必须要怪 明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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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不强痒 啊 你这个亲朋好友来没看你 这全网 身边的亲朋好友 咋给我看咋给我想 全网都在看 这过去过去 过去能不能说呢 不要这么直播呀 正经一点 不要这样直播 要买货 全流全都认真买货 你送我那边去管他 这种行为那边去管他 你还不是 跟他们说 我们正常开播就行了 正常卖点货 老老师拍点视频就可以了 不可能没办好 天天就在跑 没办好 带货没得死的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 没得啥子的带货 但是不要这样子去嫌疗 你流墙要要直播 你要买货正常这个 这个没得啥子的呀 但是不要这样子 天天不必当后发嘛 好了就这样子 你明天过去一场啊 我们来打个电话给他 我们来打个电话给他 我们来打个电话 我们来打个电话 留言 我说实话真是束手无策 我也只能跟我老爸打个电话 给他去反应 确实没有办法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好了 朋友们 拜拜